这样的话你看一个整个的社会 有国王是成为封建国家的首脑 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封主 他通过把才艺的方式 领地的方式 封地的方式 分封给宗教的和世俗的大封建主 公爵伯爵 公爵伯爵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这个结构当中 大家就会注意到 我们刚才一开始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个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 它是镶嵌在一起的 对吧 镶嵌在一起的 教会高级神职人员 高级神职人员 主教修道院院长也是纳入封建体系的 包括教皇 包括教皇 对吧 他作为欧洲最大的一个封建主 实际上就是欧洲最大的封建主 他都是镶嵌在这个封建制度之下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这个封建关系 他这个附庸 封城 接受这个领主的领地的时候 他都要履行 履行这个仪式 这种仪式上 包括什么样的 包括效忠 包括效忠 包括效忠誓言 包括效忠誓言 实际上就是这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 领主要表示 把这个授权 这个土地授权给你 对吧 授权给你 国王呢 尤其在国王在登记的时候 对吧 他要表示他要用 按照法律和封建习俗来实施统治 底下下面的这个封城 对吧 要宣示效忠 要宣示在封建这个关系 封建要履行封建义务 封建义务 这个合法性 这个仪式效忠誓言 包括其他的相关的 相关的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这个 仪式性的东西 有的是包括一个很具有仪式化的 要要要要把自己的双手 放到放到这个领主的手中 要把自己的人生 要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这个领主等等 所有这个仪式 实际上最后是由谁给他提供合法性的呀 对吧 是由基督教教义 基督教的教义 我们如果再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教会 他能够有那么样的权威 对吧 那么样的权威 就是因为他能够撤销 对吧 他可以撤销这个封建识约 效忠识约 所以说他有这样大的权利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总体的看一眼 就整个欧洲社会的所有的人 对吧 都被笼罩在这种封建关系的网络当中 网络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处于特定地位的人 享有特定的权利 承担特定的义务 中世纪的社会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等级社会 等级特权是其突出的特征